2001年以来,美国对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利比亚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,造成80多万人死亡,数千万人流离失所。 事实上,在南海搞军事化,制造地区局势紧张的不是中国,恰恰是美国。 根据公开的报道,今年上半年,美国的军机在南海活动多达两千多次。 本月15日至今,美国军机已连续12天抵近南海侦查。 美国近日又把双航母舰队开到这里,还鼓动其盟友和伙伴也把军舰开到这片海域,唯恐南海不乱。 美方究竟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,他们有必要说清楚。 我们要告诉蓬佩奥,南海不是美国的夏威夷。 如果少数美国政客试图把南海搅混,地区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会答应。